在二战中曾经因为占领问题 存有历史纠葛的是菲律宾和日本 现在加强国防合作 因为要联手至中 日本和菲律宾的外长防长 展开2加2磋商 双方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 允许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国家 展开联合军事训练 这是日本在亚洲所签下的 第一份防务协定 对于日本跟菲律宾两国来说 都创下了里程碑的意义 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的见证下 日本外长与菲律宾防长周一 在马尼拉完成相互准入协定的签署 双方在国防上达成里程碑式的合作 相互准入协议可以免除入境审核 与签证的申请简化手续 让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的 互相往来更为容易 在双方国家进行联合演习 与后勤合作也会更为频繁 这是日本继英国和澳洲之后 签下的第三份相互准入协议 也是日本与亚洲国家达成的 首个防务协定 至于菲律宾此前分别与美国和澳洲 签署过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 这份协议意味着日本未来 可以正式参加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 年度兼并兼联合军演 而不是像现在仅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届时日本美国与菲律宾三国军队 若选择在南海海域或者南海岛 交展开联合军演 释放的强烈讯息 势必会令北京感到芒刺在背 而在日本与菲律宾外长 房长展开的二加二会谈上 也确实隐晦表达了这种 合作制衡中国的态度 菲律宾虽然在二战期间 曾经遭日本占领双方存在历史伤痕 但如今同样面对越来越独断强势的中国 两国防务合作也从去年11月 日本首相岸田亲身访问菲律宾之后 加速发展 包括日本向菲律宾追加资金 为菲国海岸防卫队提供更多大型巡逻船支 菲国也向日方采购多组空中监视雷达系统 目前已有至少两组雷达完成交付 日本应认真反省侵略历史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 更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 股东新冷战的小圈子 北京当局一面批评日本与菲律宾的合作 一面发表官方报告 指控菲律宾搁浅在南海仁爱礁的军舰 对当地海洋生态带来严重破坏 仁爱礁的造礁石伤浮覆盖面积大幅下降 与2011年相比 2024年整个礁旁减少了约38.2% 中方报告把仁爱礁近年观测到的海洋生态 破坏情况全都归咎于菲律宾 但实际上这艘军舰早在1999年就在当地搁浅 至今已经25年了 反而是菲律宾当局在去年曾经揭露 中方船只在南海采收珊瑚 并且任意倾倒废弃珊瑚 导致南海仙兵礁等海域的珊瑚大面积死亡 非方认为中方举措破坏非国经济海域 有意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非国也在第一时间驳斥这份报告 重申中国才是破坏南海珊瑚礁的凶手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对南海珊瑚礁受损的原因 展开独立第三方海洋科学评估 菲律宾海警更指控北京当局派出长163公尺 排水量12000吨的怪兽级全球最大海警船 从本月2日起进入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甚至在仙兵礁附近停泊 下矛地点距离非国海警船只有不到700公尺 明显有意威吓菲律宾 海警队发言人强调 非国不受威吓也不会退缩 中非两国上个月才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 发生近期最激烈的冲突 造成一名非国海警失去拇指 如今双方继续拟来 我往相互威胁指控 也让南海水域越来越难以平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